我還有一張的飛躍雙劍手剛剛好 搭配到旁邊的那個向往赤愛的淑女 竹笛葉進化點剛好十四點帶走 みや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龍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特務協作皇 那麼再開始牌組介紹這兩期 要不然我點個喜歡可以大家幫助到我 第一次歡迎大家加入畫面上有我的 IG FB 的資訊 每週十年沒人表演都會發在 YouTube 手藝 以及各大社群 而現在我也開始在突襲隨意的開工作遊戲台 想要輕鬆掛終於點數的都非常歡迎 前幾次直播的時候 我有說我想要特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的單人劇情 這次的劇情內容真的是相當精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這個素清篇 他整篇非常完整 所以你直接從這一篇開始看也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了解 哇 這個世界真的是有夠黑暗的 然後暗影師戰人世界的這個故事 好希望他繼續出下去 希望暗影師張二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好的 那我們回到牌組本身 在這一次的 DLC 新增之後 因為加了一張新的金卡 叫做首席特務第一 他的效果就是他本身是一張的322集尺 就跟朱棣也一樣 但除此之外他會給一張特務的收藏卡片到手牌當中 然後他進化過後雖然說不會加體質 但他攻擊時可以抽一張牌 還有具備一個傾行的能力 那你就可以去利用到這一張的特命收藏 讓這一張第一免費的進化 同時還可以去拿到一張的特務愛蛙 是一張突進 然後入場就可以給一個其他的從者 加一加一效果的從者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這一張第一算作是一張的試費 然後鋪兩次 然後自己本體會進化 然後把你抽一張牌的卡片 那原型來講的話 我會給這張牌的評價沒有到特別高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體質並不是特別的出產 但他還是有一些優秀的地方 比如說你那一張特命搜查的那一隻的愛蛙 是可以刻意的扣下來的 而他可以刷到兩次的這個寫作次數 加上一次的進化次數 所以對於就是進化皇家 又或者就是對於這種純寫作皇家來講的話 特別的有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的環境來講的話 皇家已經變成就是有點類似於準時打擊中 然後超快型的 像是一費就開始鋪六張的一費 然後二費就開始把場面給展開 進要點回來就是給龐山的毒塞者 後期的時候就是用佛傑用高文去多少變成傷害 然後你在先攻或是後手的時候 可以四費去跑自己站的第一 然後剩下來講的話 接著就是要追求一個六費 直接用飛越的酸精神去C要斬殺 或者是似不可談去C要斬殺 然後前面要去死過莫尼卡 去這樣的方式去C要斬殺 所以說能不能去拿到這些關鍵的斬殺來講的話 會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是多選的日常 其實如果你自己用不習慣的話 可以不用選 沒有關係 然後斬殺的手段來講的話 雷蒂爾也是可以選你自己的習慣去多加一張 那我是建議就是最多就是兩張 他也是協作20的情況下可以攻擊30 這套牌組的對於一些協作 如果順的來的話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如果你自己是比較追求於 就是協作要直接堆好堆滿的話 透震勢可以直接放滿的 崇高洛雷也是可以直接放滿的 都是值得考慮 就是去拔掉這張日常紀錄 我知道皇家有很多很多變體 比如說你想玩的比較中速 或是比較後期一點的話 你可以去放那個復和頂住 或是放這一次的新的紅卡羅蘭 但是那一套對我來講 他就比較偏向有點辦控制類型的 所以我先分享一個對於新手朋友來講 比較方便使用 而且真的是相較起來比較無腦了 而這套牌組的勝率如何呢 我可以開給大家看 首先我獲得一個六連勝 雖然說最後一敗啦 然後其實在前面的時候也有過六連勝 所以我總共玩過了兩次的六連勝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喔 首先第一場的對決我們對到了復仇者 現在來講的話造物仇蠻多 但是更多的就是那種比較控制的 控制體系來講的話 你就是要拚在他沒有辦法把你完全控制之前 然後趕快去找到雙鏈走 然後再把他飛死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每一回合的節奏跟協作給刷滿 Effail直接的Effail可以排就把他留下來 就可以作為一個槍斃部隊長先去生一個傷害 然後對面是使用的混沌暗息先稍微堆疊一下 那我們這邊槍斃部隊長先下來 然後有雙鏈Effail在騎手的時候也會留 因為他關係到你後期的時候 能不能用一點費數來幫你補一顆進化點 這樣有時候會有一些奇效 喔他塞了第二張的混沌暗息 看來他是走一個混沌暗息體系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先選一下天照 通常我的習慣是這樣啊 如果沒有場上需要擠的東西我都會選天照 然後到時候的話 月盧飛出來的時候又可以做事 哇第三張的混沌暗息他是直接決心要走到底了 那對方也覺得在這拍了一張的天照 那我們這裡就只能拍一個是不可當 稍微堆疊一下這個協助的次數 接著的話在試費啊 就可以考慮做一張的佛傑過牌加高穩一張過牌 這樣是最理想的做到一個22 那當然我會比較傾向就是佛傑可以在 佛傑可以在留下來啊 因為佛傑來說的話他在後期可以賣補一批 好那我們這裡先看一下右手怎麼進喔 好 閱讀出來之後米加勒進來好爛 那高穩先抽 因為高穩抽的這個是5 我的協助是打不到的 所以這邊我暫時想要忍一下 所以我是決定這邊做一個空進化 當然刷一個進化次數 為的就是到時候的話我的佛傑 只要有辦法去做大三次的協助 他也可以幫我回一個EB 所以我想要盡可能去刷一下 那這個不進化也是可以理解 尤其先攻就不會去進化了 對面直接使用了進界網羅者再搭配到混沌暗星 直接打死我直接傻眼 你混沌暗星也太多了吧 然後橫暗之間要丟我的牌 我看一下我被丟到什麼東西 沒關係EFAD 送他 這裡非常尷尬 那因為我要滿足道士 所以我還是得要似乎可當 而這一張佛傑是可以考慮蹲下來的 畢竟啊 我現在直接跳起來的話 他的潛行算他會解除 那這樣沒有到特別的好 然後對面直接混沌暗星 混沌暗星 混沌暗星 那時候想說玩了 這邊直接打我四點 再打我四點 打我四點 這個也太賽了吧 可是另外一個方面來看的話 他沒有解到我們的佛傑 所以有可能也可以看作是沒有那麼的賽 好 那這一場我的協助製作師真的滿慘的 也沒有那個雙劍手 這就是玩這套牌組會比較尷尬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是習慣多配一些的抽牌 就是三費的那一張 可以依照從人去抽 但如果你用不習慣的話 那就不要用了沒關係 對 那這裡我們要先做一個稍微的解場之後 用這個佛傑的傷害去做全場掃二 然後再來考慮說要怎麼解 那很明顯這邊要全部解完的話 這邊其他的東西全部都要繳光光 而接著的話最後戰的第一 也是可以跟另外一張的特命生產座 要搭配跳起來之後再搭配到艾娃 那也別忘記這一張的艾娃本身也是一個途徑 但是我會把他留下來 為什麼這裡留下來呢 是因為我們的協助次數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現在更迫切的就是需要的是 讓他免費加攻之後我可以去做出更高的打點 比如說我留0費就可以做到一個4費12攻的雙劍手 因為或者是最後的時候雷蒂爾如果真的能刷到24的協助 我就是雷蒂爾配到艾娃 這樣的話就是加進化點7321帶走 而且還給自體攻盾 然後對面因為是沒有手牌 他直接選擇人造樂園 沒有要硬生一個7.3害 可以說是該怎麼講呢 他太小看我了 打得太保守了 那我們這邊日常技術直接抽一排進來之後 來一張的佛傑 注意一下佛傑這裡的協助是來到18歲 我最後補了一張的莫妮卡 雖然說我剛剛是沒有辦法誰要斬殺的 但至少我這裡的佛傑是可以全場掃勢的 搭配到旁邊的就是兩張的黃色途徑 然後進來 然後當莫妮卡真的被解掉 或者是他不解釋 因為我留一顆的進化點 所以我一定可以把他跳死 然後這裡他雖然說使用了天津冰晶劑 搭配到柯羅諾斯 做到一個控制PP的動作 但是呢我們現在 目前來講的話會卡在 7費嗎 7費來講雷蒂爾可以砍3刀 所以加上進化點是18點 所以這一場就直接帶走了 就算不用到雷蒂爾我這裡 哇雷蒂爾飛了 那沒關係 我還有一張的飛越雙劍手 剛剛好 搭配到旁邊的那個向王赤愛的淑女 竹蒂爾進化點剛好14點帶走 說實在是真的有點驚險啊 因為我覺得控制如果他丟的稍微準一點之類的 就還蠻慘的 那所幸我是前面那一張的三費法術幫我大報仇了一波 我有更多東西有更多魚魚給他丟 他也沒有丟到我 呃我會害怕的東西 所以幸好我扛住了 好的 最後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對到史蒂爾的對決 這場我決定打個實戰給大家看 因為我在打的那六場當中 我自覺的都還蠻順利的啊 就是隨便揮一揮 然後對面就死掉了 那會比較少能講到一些細節 所以我們這邊是後手留下了盤山獨裁 只是一個蠻不錯的做法 二費又可以直接派透露見識 其實這個手牌來講的話 如果是後手不會留日常紀錄 但是你可以嘗試去找到一倍 這樣我就有一二然後四 只差一個三費啊 然後看三費要怎麼去接 可是當你就是排小之後啊 可能會開始排打官 哦那我們赤愛淑女的順位是比 這一張呢槍兵部隊隊長還要來的高 是因為他可以滿足一費節奏以外呢 我二費已經透露了嘛 那三費一定就是主力耶 是一個最穩的協作王的節奏 TEMPO 我對面直接使用了奧戴兒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使用一張的 米家的也是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真的要拼爆炎強化的偷人 這樣的話傷害會是再來的更高的 然後這一張是可以直接去偷一個 三點傷害的 這就看你比較個人了 因為如果下一回合 我想要先把對方血量壓低的話 可以嘟嘟看了 對對對 那對面是比較偏向羨慕曲軸的 所以他要一張的奧戴兒就看著他要怎麼做 看來是一個米家勒對逼 那我沒有讓他去拍到什麼暗礙之類的 其實是還蠻賺的 所以主力也直接下去 這個再回這一波 可等等的話奧戴兒出現 我可能要稍微解一下 還蠻麻煩的 因為他會少我全體 兩天血 哇還用這個中式幫我給擋住 也太過分了吧 那 這樣對於我來講的話 還蠻卡的說真的 有點麻煩 然後可能要犧牲掉一張 的盤纱獨裁者的東西 有東西要跳水 我想一下哦 如果我能夠槍命部隊長揮出去這邊 兩隻的透認 先把他先送一送 直接把血柱給刷滿 這樣比較理想 這邊叔叔妹 這裡可以這一隻換掉 然後最後這裡換掉 然後可以用盤纱獨裁者 哦這樣才是最理想的 哈哈盤面解謎 好的 然後這裡就是 叔叔叔叔妹 好 這個要撞 然後我會全部死光 原來的AOE 但沒關係 我等等的話 哇我鞋座還差一次 哦 有沒有想說我等等的話可以 米加勒幫我奶個兩年前回來 兩回合我就回到20年前 看來沒有辦法如實的誠心如意啊 但也還行啊 就下一回我就是莫迪卡將 試不可當 直接把這個場面給壓起來 然後等到他在主動鋪場的時候 我再打日常紀錄 然後趕快去幫我找到雙劍手 哦雙劍手自己進來了 那這裡就可以自己想一下就是 如果我要打的比較貪一點的話 目前看起來現在沒有暴避危險 我可以自己進化點 然後去換掉對面的露西巫師 這樣的話有個好處就是 下一回合可以去睡到就是 必斬的 適不可加雙劍手 沒有沒有 現在一回合不行 但是七費手 想一下哦 因為槍兵部隊隊長加上這個的話是14弓 14弓的話 加進化點很像是能斬 所以我們這裡不用 然後我們就是穩穩的 先壓 所以這樣是最底箱 剛剛腦袋有點撞到 哈哈 這裡可以先把他血量壓地 這樣 這樣加這個 就算這隻被消掉 然後他如果不解掉的話 我也可以主動進化 然後去打擾 所以這樣的傷害應該是可以達到 再兩隻的話是12 14 14點 10點 而且是15點 用莫尼卡讓雙劍手加攻的話 他是額外多一次的 好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OK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我覺得對方應該是陷入了一個長期間的思考 因為 我剛剛看他的牌很像沒有到特別理想 他前面的時候看似是很順 然後有接到那一張守護擋住了 可是 這邊他很像開始有點手無伏擊之力了 要被我壓著打了 那等等的話雙劍手就是要來達成 哦沒有我還不行 我協作速度應該是還不夠 哦沒有會夠會夠 大家懂了嗎 哦他直接用冰沙月你還換我 因為等等米加勒跳出來之後 配搭槍兵部隊隊長 然後加上雙劍手就可以夠了 對 我真的是很嗨 我這邊沒有留任何東西 我協作15了 哦我還有莫妮卡所以協作是夠的 算是我沒辦法加到攻 但是 我們完美的 飛越雙劍手 搭配到槍兵隊長 蹦蹦兩項帶走16點加3點15點一樣 然後如果莫妮卡就是17點 漂亮 非常推薦 新手可以去遊玩這套牌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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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